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今天有兩家的網路媒體公布了2024年大選的民調 沒有意外 賴清德仍然是第一名 而且這一次是更加大幅的領先 似乎有突破天花板的整個跡象出來了 那侯友宜繼續當老三 不過如果西卡都好像也不怎麼好 有可能會被推到老四去 不過侯友宜好像老行宰宰 竟然說 求宰宰剛剛開始了 最後會逆轉勝 所以他真的認為他有機會嗎 藍白河 柯文哲 郭台銘也都會跟他整合嗎 還是他被整合了 說到柯文哲716的大遊行之後 有人說他受了內傷 尤其他跟一些柯粉 對於女性不尊重的話語 現在已經在網路上開始發酵了 大家都在看 你對女性這麼的不尊重 所以對柯文哲的民調似乎產生了影響 柯文哲的民調已經跌到三成以下 而且從整個趨勢會不會繼續往下呢 每個人都在觀察 不過國民人看到召開全代會之前 那在野陣營的氣氛相當的詭譎 因為郭台銘到底會出什麼招 會不會殺出什麼陳咬金呢 還是說他繼續在觀察 讓你723順利的開完全代會 然後接下來他繼續玩他的 這怎麼玩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明天也許會有一些新的方向出來 譬如說韓國瑜的方向是什麼呢 先透出一點訊息 讓大家來了解 另外我們看到了 賴清德目前民調領先很多 不過似乎同時面臨了國內在野黨 還有最重要 竟然還有境外勢力 也說是中國的勢力的打擊 而且中國的打擊面 竟然從美國打擊過來 所以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那賴清德要過境美國 好事一樁啊 怎麼又被人加油添醋 然後呢 說這是什麼派什麼人 去跟美國談 然後被美國拒絕 等等的這一種假訊息 為什麼出來呢 這目的是要打擊美方對賴清德的信任 也要打擊台灣人民對賴清德的信任嗎 有用嗎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值得我們好好的分析來討論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二是我們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鄭佩芬 佩芬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的實質朋友人 溫朗東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資深媒體人 林玉慧 小芳 永哥好 大家晚安 台北市議員 王世傑 阿堅 永哥好 大家晚安 我們的新北市議員 葉元智 雲智 永哥好 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王1717 大家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那到底常委會不會換頭呢 看起來是不會啦 不過現在外面沸沸癢癢 大家都在觀察中 看看相關報導 七二三全代會前 最後一個中常會 國民黨主席朱宜倫在壓制換候聲浪 如果我們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什麼都可能 如果我們不團結 我們分辨了 什麼都不可能 朱立倫小以大意 但上週挺國常委 連署提案 非綠聯盟共推一組人 傳出遭黨功黨下 秘書長黃建廷也打電話 要求中常委撤簽 不要來開會 惹怒連署的常委周孟榮 在常會上怒嗆黨中央 到底是黨功大還是常委大 甚至還有常委建議 侯友宜要跟韓國瑜化解鴻溝 朱立倫再舉桃園市長張善政例子 強調知道大家都求好心切 團結就能逆轉身 那您的提案是只有為黨 沒有 今天都沒有提案 謝謝 所有的黨員的發言 都是為黨好 求好心切 他也能夠理解 黨都一樣在做非常多的努力 希望能夠整合 希望能夠團結 國民黨基層 雜音多 就是因為侯瑜民調持續 穩坐老三 根據風燦傳媒最新民調 侯瑜支持度只剩下15.3% 大叔對手賴清德和柯文哲 若郭台銘決定獨立參選 侯瑜則變老四 支持度沒有因為金普聰加入 而止血反而和藍營戰將為敵 716上凱道受到柯粉促勇 柯文哲人氣真的高嗎 零傳媒的最新民調 賴清德支持度38.48% 穩居領先 侯友宜還是老三 21.29% 不過第二的柯文哲 比上個月少了近3%支持度 跌破三成 變化最大的就是女性支持度 通常這種事情都是太監就解決掉 不會到方上那裡 柯文哲失言頻傳 效應反映在民調數字上 和上個月相比 各年齡層婦女支持度都下滑 20-29歲女性少了6.37% 30-39歲婦女票流失最明顯 高達11.46% 因為柯文哲長期厭女仇女的心態 包括很多言論 像不化妝的女生要上街下人 然後甚至飄女生就要當櫃台 很多的歧視女性的言論 其實累積下來 對於柯文哲本來就有一些不認同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這個民調 很有意思 這是寧傳民的民調 耐清得三十八點四八 柯文哲二十八點三四 已經超過十趴了 這十趴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gap 很大的一個距離了 然後侯友宜二十一點二九 我們再看看 如果細卡都寧傳媒說 耐清得三十八點二三 跟前面的三十八點四八 差不多 沒有什麼變化 可是柯文哲就從二十八掉了 這個成為二十五點二九 侯友宜呢 大家看看本來是二十一點二九 二十點三九 也差了一趴 郭台銘是最差的九點二二趴 這個有意思 這個民調顯現出來說 沙喀都 細喀都 那耐清得永遠是第一名 而且一贏都是贏十趴以上的 所以這趨勢怎麼來看 朗東 對 他民調從七月十二到十六號 但是他是用一種網路問卷 並且去篩選說 避免重複的方式 但是我剛剛也有接到這個問卷 馬上就全力支持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的民調 還有被高估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在氣保效應底下 有一些原本支持LINE的 他可能會去投 可是你看 在整個趨勢上面來看的話 確實侯友宜基本上都是平的 一直在第三 然後柯文哲在六月份 就同樣都臨床沒做的 還有三十一點二九 然後到現在到七月十六號為止 已經降到二十八點三 那值得高興一點是說賴清德他有上揚 大概這個幾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慢慢的有機會持續再往上升 而且是所有的候選人裡面整個民調最穩的 那仔細看細項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 因為七一六大家都在討論說 凸顯了柯文哲支持的都是年輕的男性 而且裡面有非常多歧視女性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已經在七六之前就開始發酵了 因為民調最後一天是七六 他還沒有完全展現出這個七六遊行 非常多柯南上街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請看這邊 在六月份這個時候的話 女性是三十到三十九歲 賴清德是三十五 柯文哲是五十 柯文哲很明顯是比較高 可是到最近這一份的話 變成賴清德四十一 柯文哲三十九點二 賴清德超車 柯文哲在三十到三十九歲的女性部分 顯然柯文哲非常多歧視女性的言論 在這份民調下已經發酵 而且在二十到二十九歲部分 雖然柯文哲還是比較高 四十五點九 高於賴清德的三十三點九 但是已經比起上個月少了六點三趴 在這樣一趨勢底下 非常多一些青年的這些女生朋友 他去看到了這七六整個遊行的一個狀況 特別是說就有人舉牌 就是柯文哲這個去歧視女性的這樣的一個言論 在凱刀上面他就舉了一張A4的紙 一張A4的紙 傷害非常的大 因為主辦人 館長就去罵說 這個你怎麼就頭滴滴 這這演員好像做什麼壞事 一個主辦人公然去嘲諷 一個去流行現場表達不同意見的人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沒有風度 沒有民主素養的一個行為 那事實上為什麼這位女生他頭滴滴呢 因為在場就那種一個中年男子 可能就是柯粉就是說什麼沒有證據 然後一直罵他一直罵這個女生 那但是其實他裡面講的柯文哲 歧視與女性語錄 我們節目也有講過 全部都是事實 網路上 新聞上也全部都找得到 所以我覺得是說呢 從這個細項可以看得出來 最重要的細節就是柯文哲的女性票 已經崩盤 而且在七一六之後 這個趨勢會持續延續 至於侯友宜的話 目前還看不到任何回聲的跡象 那侯友宜沒有回聲的跡象 可是從這個民調裡面 至少細卡都他還贏過台銘 不過另外一個民調那可就不一樣 我們馬上要來提到 先讓大家來看 看一下七一六的大遊行 是不是這就是柯文哲 因為民調往下掉的原因 你看有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啊 他就拿了一張A4的紙寫 說柯文哲的歧視女論 他歧視女孩子的這些言論 就拿了一張 全場幾乎都是男生 至少九比一 難得有一個女生拿了這麼一張 一張A4的紙 竟然就被漏收了 所以他說本人不希望在任何女性 被這樣子的來羞辱 被公審 所以我們看看 要選總統的柯文哲 都可以來現場還上臺發言 為什麼他不可以來 他來他不是要上場 上場發言 只是來而已喔 來拿的這張紙都不可以 為什麼 這不是一個公民的團體嗎 所以顯然這就是柯文哲的場子 再看這是我的言論自由 只是哪一張A4的紙要怎麼鬧場呢 希望更多人看見柯文哲 曾經講過歧視女性的言論 所以從這裡來講 柯文哲的民調會下降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 小芳 我先給各位看幾張的這個圖表 我相信能夠 更能夠解答這個問題 這個是就在今天的這兩份民調當中 你非常清楚的看到 柯文哲 因為這兩份的民調 其實調查到七月十六號 也就是因為我們今天看到 就是在七月十六號 所有的現場 今天在網路上面 有一個叫做普公英 普遍都是男生的巨嬰 叫做普公英 那在七月十六號 這個普公英的情況 發現了以後就發現說 這個柯文哲的民調 特別是在女性的部分 是下滑的 這兩份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不過在剛剛開始的民調 你就看到這個現象 這個女性在二十到二十九歲的時候 這個跟上個月相比呢 其實是雖然是有增加 但是你會看到在這個部分 卻是女性的這個部分 跟上個月相比是大跌的 女性選民賴清德是增加 但是柯文哲的部分是下跌 所以這張圖表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女性的這個選民 還有第二個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 女性的選民是年紀越大 他們可以說是覺醒的越快 我在網路上面也看到另外一個 一個形容也是非常棒的 他說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喜歡男生就越叛逆越好 那可能家裡面的媽媽也好 姐姐也好 阿姨也好 甚至於阿嬤也好 都會勸我們說 男生如果那麼叛逆的話 可能對你不好 那你隨著年齡慢慢增長 你會喜歡的人 可能就是成熟穩重 慢慢的你會有所改變 所以聽阿嬤的話 這是對的 所以從這張的民調當中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女性 就是在柯文哲的選民當中 是越跑越多 越跑越快 就是因為在七一六的時候 普攻陰現行 讓很多年輕女性的票 全部跑掉 你所有的跑是跑掉了 跑掉了 不是跑進來 不是不是 跑掉了 那為什麼呢 其實柯文哲在過去 我給各位看 這個是他過去 對於女性歧視的言辭 二零五一五年三十歲以上的女生 有三成未婚的話 就是國安問題 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什麼管理流浪狗 就像管理街友一樣 定時定點位 會不會好一點 然後二零一八年 他那時候提到學姐 要學姐去陪吃飯 這個是非常 變成 范菊妹 范菊妹 我講得好聽一點 是叫范菊妹 那這個是他曾經講過的話 這些都是你柯文哲 曾經講過的話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現在女孩子會覺得女生會特別是年輕的女生會覺得柯文哲 或者是民眾黨在七月十六號之後是越來越不值得信任 這個是在推特上面今天所做的一個民調 大概雖然只有七百多個這個女生去回答 但是他問的問題是女生限定 那如果有人要約你去某一家店的樓上去吃這個餐廳的話 如果他告訴你他是動漫阿宅 或者他告訴你他是七一六的柯粉的話 那你會做什麼選擇 告訴各位百分之九十八的女生會選擇 我寧願跟動漫阿宅一起吃晚飯 只有兩趴的這個女生會選擇 他要跟七一六的柯粉 你看柯文哲 他現在在七一六之後 他的女性的票 特別是在年輕女性的票會掉有多多 那我要呼應剛才朗東所說的 這一個女孩子 他在七月十六號的時候 他只不過手舉一個標語 他說不希望像柯文哲會欺負他的 就是會歧視他的姐妹 他的同學 他的媽媽 那他只不過拿了一張A4的紙 跟中國的白紙革命 其實是一樣的 結果竟然被館長肉搜 館長花了半個多鐘頭的時間 用髒話來伺候他 我覺得這是非常過分 也難怪今天吳佩毅要站出來替這個女孩子說話 你看看這個年輕的女孩子 你館長憑什麼咒罵他 你憑什麼用髒話伺候他 這個年輕的女孩子勇敢的站在這麼多 跟他意見明顯相反的人的面前 他有這個他有做任何危害別人的動作嗎 他有做其他的什麼有聲的抗議嗎 並沒有 他只有安安靜靜的舉著這一張白紙 竟然對於柯文哲 竟然對於館長 竟然對於黃國昌 去產生了這麼大的一個震撼 我覺得這個其實七一六以後 我覺得柯文哲他的圖窮匕首線 原來他的底線是在這裡 所以我是覺得蠻離譜的 一個女孩子安安靜靜的拿來一張紙 雖然他在抗議 你九十九趴的人 通通是支持你 我一個人抗議 這個是言論自由 這樣不可以嗎 要把他漏搜出來 而且用三字經問候人家 問候人家的媽媽什麼 這樣問候 這樣好嗎 這樣子是一個文明社會 應該有的立場嗎 所以啊 那這個跟所謂的共產黨 不給人家講話的自由 有沒有那種一點點類似 還是很多類似的感覺呢 大家都在問這個 所以在這裡來講 我們看另外一份的民調 蠻有意思的 另外一份民調 風燦的民調 風燦民調中心 那他做了耐靜德三十點二 柯文哲二十五點四 侯友宜十五點三 當然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出來說 因為他的可能樣本 跟其他的出來以後 所以他的整個的沒有 那個所謂的 %沒有那麼高 但是大家來看 他另外一個 西卡都 他是二十八 他是二十 這個都已經超出誤差範圍了 然後這個是十四 這個人叫郭台銘 侯友宜變成墊底 被推到老四去了 在這一份民調裡面 侯友宜至少還可以當老三 在這一份民調 他已經變老四去了 所以郭台銘而且整個豬洋便是 所以這是不是給郭台銘一個鼓勵呢 因為他都還沒宣布參選啊 就已經這麼高了 再看 接侯友宜民調無法止跌的原因 林維州說空戰危機 聲量不如能 為什麼聲量不如能 是因為人家不喜歡你呢 還是怎麼樣 大家都在問 然後呢 金普通江北發佩邊疆嗎 侯敬辦說無疾於之談 造謠聲勢大可不必 那可是這個聲音是怎麼出來的呢 是不是邱玉跟蔡振元所講的這些話 發酵以後 就會有這麼一個聲音出來呢 最新民調仍然墊底 侯友宜稱選戰如球賽 最後一定會逆轉勝 這個逆轉勝聲音喊得非常大 但是真的有可能嗎 士祺 很困難 就現在的狀態看起來 實在是有點困難 因為莎喀都他就排老三 士喀都排老四 看起來一直沒有辦法擺脫最後一名 那所以你要怎麼樣子 讓侯友宜能夠這個往上爬呢 我覺得最大的關鍵 還是在侯友宜自己本身的條件 就是說他仍然沒有展現出一個 夠分量夠格的總統候選人 他的知識水準等等 他各種表現 沒有讓人家感覺到說 不錯喔 可以這個差不多有這種這種水準之上了 因為他一直沒有辦法表現出他的知識性 然後我覺得長期下來 因為好像已經二十份民調了 他都是最後一名 我覺得那個多少真的會打擊他的信心 就一個人一直看到自己每次考試 都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的時候 他會形成一個 一個更惡性的 我們在心理學上叫做自我放棄 就是對 自我實踐 就是有一種惡性的螺旋 對對對 他又更困難了 不過國民黨絕對不會換核 不是有一個講說絕對不可能換核嗎 他其實風采民調 他除了做這個支持度之外 他其實做了很多交叉分析 特別是加上了郭台銘這個變數之後 然後接上來說 是不是應該要組這個非力大聯盟啦 藍白河啦等等議題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禮拜就是國民黨的全代會 如果國民黨內有人想要在全代會裡面發難 換掉侯友宜的話 從這個民調看起來 這是國民黨的支持者當中 有高達58.5的人不支持換侯 只有32.6的國民黨支持者支持換侯 他其實也符合了 目前侯友宜能夠獲得國民黨支持 民視度的交叉分析六成多 六成左右 這剛好符合 國民黨支持者裡面有四成是侯友宜 從頭到尾一直拿不到的票 好那為什麼這些人儘管侯友宜 在最後一名的狀態底下 還是認為不應該換侯呢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說 國民黨始終是一個招牌 有很多人是對於國民黨的這種忠貞程度 不管你提了阿貓阿狗 我就是支持任國民黨這個招牌 另外一大部分是我知道換人的確傷更大 就現在不好可是還可以繼續努力 可是如果你換了就全盤皆輸啦 因為國民黨曾經示範過啦 國民黨曾經換過柱 換完了之後那個狀況更慘 可是還有一個交答分析 我覺得也值得參考就是說 如果這個把郭台銘也放進去 這個民調當中 郭台銘不是柯台銘 郭台銘 大家郭柯 大家講柯台銘 他沒有冠夫姓 沒有冠夫姓 就是說如果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銘 這三個人你認為誰不應該堅持選到底 郭台銘最高 他有三十八點四的人認為你出來亂的啦 你不應該選到底 那這個東西其實這個數字 我認為是國民黨最近在毛起來打鍋 是有效果的 金普聰加入團隊之後 是不是批鍋的聲音力道都變得更強 所以我認為好啦 侯友宜可能可以慢慢的回穩往上 因為郭台銘有被這個國民黨的團隊 罵罵罵到現在民調覺得 你最不應該參選到底 那人家都說認為郭台銘不應該參選到底 他會不會參選到底 那七二三會不會有動作 我看是不會有動作 可是不會有動作 他就認輸了嗎 沒有 因為再從另外幾個角度來看 他還去視察 媒體用視察兩個字 去視察什麼 去視察農產運銷公司 農產運銷公司 曾幾何時一般老百姓可以去視察 所以他去視察這個意思是什麼 第二個觀察重點 觀察重點是什麼 韓國瑜突然間消聲逆滋啊 不會吧不會消聲逆滋吧 韓國瑜常會會不會出來支持侯友宜呢 這是一個重點 搞不好他不出來勒 那怎麼樣的不出來呢 也不知道 第二個重點 還值得你觀察 就是我剛剛點醒大家了 全代會韓國瑜會不會有動作 或者是全代會之前會不會有什麼動作 這個有意思 那大家都在觀察這個的時候 我再讓大家看 侯爺兩周掉三趴 郭董牛棚還贏他 奈富不動如三定 柯批罪恨戰四咖 這個順口六寫得還不錯 這佩文姐 所以其實這麼兩份民調 加上國民黨的整個氣氛 仍然相當詭譎 尤其像郭台銘韓國瑜 其實不要看點點都沒事 事實上應該是有動作的 其實我覺得侯友宜坦白說 那個時候還沒徵召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所有的地方縣市長 民意代表 每個都說他是最強的母雞 還記不記得 還壓迫國民黨 趕快徵召 不要拖到六月 那鄭麗文就是這樣 鄭麗文就其中之一 但是現在就發現 他民調不好 然後就有很多窩裡反的人 還有一些就是 已經在國民黨裡面 已經 蘇良兄 還在國民黨 但是已經邊緣人 就開始有意見 比如說最明顯 就鄭義兄弟 就是蔡振元跟邱毅 你知道張亞中 因為他選黨主席 輸給朱立倫 他一直不服氣 他認為他得到三分之一的選票 你不過三分之二 但是選舉 你只要輸一票就輸掉 你知道他公開呼籲叫侯友宜說 你不要聽 你不要跟那個朱立倫站一起 你也不要聽他的 你聽他的就完蛋 他侯友宜今天沒有朱立倫 早就滾蛋了啦 還會撐到現在 對對對 那然後還有那個鄭義兄弟 那個蔡振元說 你們這要選區域立委的小機門 最好不要聽侯金豬三個人的 去聽柯文哲跟郭台銘的就好 才會當選 這是典型的臥底反 這當然是臥底反嘛 那我覺得 所以最近我發現他好像在媒體上 那個挺柯挺那個侯友宜的媒體上 好像就沒有出現了 最近因為他那個言論有點離譜 你如果說這些不分區的 這些區域立委的小機門 你都講出個道理來 你不是說柯金豬那三個不行 那個什麼侯金豬 然後你要去聽柯文哲跟郭台銘 不要忘記柯文哲跟郭台銘 裡面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藍營的支持者 所以到最後 如果郭台銘會搞臭調的話 就沒有了 另外一份民調 你看就有九趴的人支持他 他就是很差嘛 還有就是說誰該退選 郭台銘 還記不記得 謝龍潔現在公開出來罵他 所以你說 沒有道義 對 然後 把輸給他翻到 對 事實上他就是嘛 然後另外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你說七月二十三號 來不及了啦 那個反對是反動勢力來不及 另外就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今天十九號嘛 十九二十二一三天 好像國民黨要有三場大的造勢 臺中的新北的還有桃園的 你知道盧秀燕是從頭到尾挺侯友宜的 是 所以他的臺中那一場 他一定會出來 而且他非常支持侯友宜 還沒有提名之前 他就表態 他認為侯友宜是最恰當人選 他到現在沒變 這個是蠻少見的吧 對 所以今天在臺中 那個他一定會支持 那另外那些反動派 就窩裡反的那些 我覺得意義不大啦 因為在國民黨裡面 就是你另外一個民調就是說 反對換猴的人也有差不多近六成 那你說在七二三那個大會裡面 大部分都是非常國民黨的人 你除非要連署提案 然後能夠翻 不太 完全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大家都在觀察韓國瑜在全大會七二三會不會站出來 還是說他又有事情 不來了 還是站出來食指緊扣 牽著侯友宜的手 派動蒜 還是說我再講一遍 已經講好幾遍了 這觀察的重點 不過讓大家看 這個其實這個順口六是誰寫的 吳坤裕寫 吳坤裕說 如果郭台銘參選形成四喀都 侯爺連老三便當都吃不下去了 直接滑去當老四 的確去當老四啦 柯P雖會因此而重傷 但仍然穩居二哥的地位 外傳金刀希望郭董參選拉下柯P 所以其實金副中心希望郭台銘參選到底 所以這一份民調很有意思 為什麼當金小刀希望郭台銘參選到底 這一份民調做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因為金小刀的效應 所以大家都說郭台銘你選不下去 你應該退選 38%最多 所以郭台銘會不懂這份民調有沒有金小刀的這個 他所謂的promotion下去的這個力道 有沒有 大家都在看 好 使侯爺回居老二恐怕是要盜命儲 你為什麼越負越大 人家這樣跟你說 第一個我那個勇哥我可以先回應一下 就是那個韓國瑜是不會去的全代會是不會去的 他出國了 出國了好 但是就是說韓國瑜不去全代會是因為要給侯友宜難堪呢 還是其實是給侯友宜一個溫柔呢 我覺得這有在討論 你覺得溫柔是不去嗎 因為說實在韓國瑜去 實際上也有可能會出現一些尷尬場面 你記不記得上一次黃福星黨部辦的活動 韓國瑜去的時候一堆人叫韓國瑜選總統 那如果在全代會的時候下面很多韓國瑜 韓國瑜如果把侯友宜的手牽起來喊動算說 我不選我就是要他選一牽起來 我告訴你要動算的聲音就不見了 但是因為韓國瑜他現在不是他自己 我覺得他自己本身沒有問題 可是因為他有很多支持者 有韓粉什麼之類的 他們當然對侯友宜 它可以影響 可是我覺得循序漸進就是說當 你覺得時間還很多嗎 還可以循序漸進嗎 一部分是侯友宜可能還是要做一些比較 有些動作 第二個就是黨中央要出來整合 那等到整合到差不多 韓國瑜出來登高一呼 我覺得那個效果 韓國瑜出國去哪裡 這我就不曉得 你不曉得 這我就不曉得 對對對 所以這個韓國瑜部分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郭台銘 我覺得郭台銘現在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郭台銘到底最後會不會選到底 有人是說一定選到底 我有聽一些黨內跟郭台銘走比較近的人說 他說一定選到底 一定 可是另外也有人說判斷是覺得不會 他會一直到九月十七號 九月十七號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他獨立連署的去領那個表格的最後一天 如果他沒有去連的話 他就不會選 那郭台銘也有可能是覺得說 有人告訴他 國民黨有可能有換猴的可能性 中常會每一個禮拜都在蠢蠢欲動 不可能的啦 他知道不可能的啦 有人跟他講 有人跟他講有可能 我所知道的是他也知道不可能 但是他還是覺得說有這個機會 第一個就是說國民黨有沒有可能換他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有沒有可能跟他合 這個這個這個才是在考慮的啦 所以他 說換頭不可能的 假設他認為柯文哲有可能跟他合的話 他還是要一直有動作 柯文哲才會覺得有壓力 如果說他郭台銘現在就回家睡覺了 那柯文哲就在那邊沒事 但我覺得柯文哲是不會跟他合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現在講話越來越硬了 他都在酸郭台銘 你看我們國民黨講到郭台銘都是對他非常尊敬 沒有啦 你們那個 你們謝榮健還有尊敬 拔輸掉再冰倒 現在開始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說 拜關公的有誠信 沒問題 我們相信郭董會回來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可是柯文哲是直接就嗆他 就嗆他 郭台銘都是來兜售的啦 他昨日在那邊 邀我看海山夢海事 隔天又忘記了 我們現在只要聽到郭台銘 我們走他飛 大家很害怕 跟碰到鬼一樣 走他飛 對啊 那郭台銘聽到說柯文哲你這樣講我 好啊 試試看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合也不可能 所以最後郭台銘有可能不出來 他們兩個是人嚇鬼 幾乘人 你知道嗎 人嚇死了